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是中欧经贸领域最高级别对话机制 与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和中欧高级别战略对话 一起并称中欧关系的三大支柱 根据2007年12月公布的第十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联合声明 双方同意中国国务院和欧盟委员会 于2008年3月底前成立副总理级的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 讨论中欧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战略 协调双方在重点领域的项目与研究并制定规划 当前形势下对话合作仍是中欧关系的主导面 互利共赢仍是中欧合作的主基调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背景下 中欧贸易仍持续增长 为全球经济稳定发展贡献力量 据欧盟统计局今年发布的数据 2022年欧盟27国对华贸易额为8563亿欧元 较上年增长22.8% 中国是欧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第三大出口市场 占比分别为15.4% 20.8%和9.0% 在25号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就第十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 以及欧盟启动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反补贴调查 向发言人提问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应询表示 关于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启动反补贴调查 中国商务部已经做出了回应 我愿意在这里向大家强调的是 中方一贯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盟方面你采取的有关措施 不利于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中方敦促欧盟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以及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大局出发 与中方开展对话磋商 为中欧电动汽车产业共同发展 创造公平非歧视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共同反对贸易保护主义